各位学员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入7.3 就是来看看 Android框架里头呢 这一个Adapt模式的表现呢 是不是很亮丽呢 是不是很美妙呢 我们就来看看咯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范例 这是我们来看第一个范例咯 好 那么在上一章里头呢 我们介绍了Android的这个Service的 机类跟子类 那么它常常扮演呢 这个工厂的模式 成为呢 这个抽象的工厂模式的一个实践机制 那就是像这样子的哦 OK 那这个是Activity 那这个是Client 我们就来看这个Client咯 然后呢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去呼叫 调用这一个Factor 这等于扮演这个Factory的角色 OK 这是Super Factory 这是Concrete的Factory OK 然后呢 它就来调用它 它来New它 之后呢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来调用这个Jayco 调用这个Jayco 然后调用这个Jayco呢 它就这样扣它 之后呢 来扣它 之后呢 再扣这个 这个像Media Player 等等的 这个播放的引擎 OK 那在上这个图里头 我们发现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Mind的基类子类 就是这个 这个Mind的基类子类呢 Mind的基类子类 刚好呢 它的长相 就会扮演这个Adapter的角色 而且它就是Adapter模式的一个实践的机制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是Media Player 那么它的Jayco呢 被封装在这一个Adapter的子类里头 那这个Bind的呢 就扮演了Adapter的这个基类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Jayco 它的一个Jayco OK 那首先呢 第一个它来New它 第二个呢 它可以从这边来调用它 然后呢 它调用它 它调用 它再来调用它 OK 所以在这个图里头呢 Binder呢 它属于这个框架 而这个Adapter是迹象的 那合起来 实现了这个Adapter的设计模式 所以在这边实现的变不变的分离 变不变的分离呢 这样子 那一方面 实现的转换Jayco 就是把这一边的是Media Player的Jayco 转变成了 你看这有这么多的函数 转变成单一的函数的Jayco 那这是Android的一个机制 一个机制 由于Android的Service呢 这个机内子类实现的这个工厂模式 就是这一个 这实现的工厂的一个模式 实现的工厂模式 那这一个Binder呢 就Service的机内子类 扮演了这一个抽象工厂模式 而Minder的机内子类呢 实现了Adapter的设计模式 所以呢 在这个图呢 我们变成了 有这一个两个 两个设计模式的组合 就是这一边 就是叫做抽象的工厂的设计模式 其实来讲是这个 这整个才是 这一边 然后呢 这一边又扮演了Adapter的角色 又扮演Adapter的角色 所以呢 当我们心中呢 有这个设计模式 有这一个设计模式加Adapter 那我们就会觉得呢 上图呢 是非常简单的 也很容易理解这个Minder的这个抽象类 叫Minder的机内的一个用途咯 的用途咯 所以呢 以后你也会像Adapter一样的将两种的设计模式联合应用 让其他的棉感呢 发挥到极限 现在我们就来写一个 App啦 来实现 这个图咯 那这个图呢 我们要写这个类 也要写这个类 这个类不用 这个是Android写好了 我们要写这个类 写这个类 这个是已经写好了 好 那再写一个Client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 要写这个 三个类 一个是Client 那一个是Service的类 一个是Adapter的类 Adapter的类 所以呢 一样的 我们还是有三个Button 第一个播放音类 第二个停止 播放第三个 结束这个程序的 所以呢 首先 我们就来建立一个Adapter的迹象类 它继承了这个Byter Byter呢 翻演的是一个抽象的Adapter 抽象的Adapter OK 所以这里头 这个OnTransact 这里头呢 就是一样的 它包装了 这个MediaPlayer的 Create的函数 还有Start Start等等的 这些JCO 它包装的是这个JCO 这个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就是 这边 它的 把这边的JCO 全部包装在 这一个 把这个MediaPlayer的JCO 全部封装在这里头 这个 把这边的JCO 全部封装在 这个OnTransact的 这个函数里下 函数里下 就是把这一个 包装在这个OnTransact的函数底下 这个 OnTransact的函数底下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Service Service要OnCreate OnCreate呢 要去New 这个Adapter 要去NewAdapter 所以因为 它是工厂的模式嘛 要New对方 要New对方 OK 然后呢 OnBind的时候 把它的JCO 传到Client 把它的JCO 传到Client 然后 接下来看Client Client的话 第一个一样的 它要去Start的Service 而且绑定这个Service 那这个StartService 就是New 那个 Concrete的 这一个Adapter 然后这边就是 把这个 刚刚那个Adapter呢 的这个JCO 把它传回来 所以传到这里 传到这里 那等一下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IVJCO 就可以扣过去了 扣到Transact 扣到Mind 扣到Mind 那这里扣Transact 所以整个啦 我们的代码就看完了 所以在这一个 Adapter的籍类 封装的MediaPlay的JCO 那提供了新的JCO 那新的JCO 就是 I-Mind的JCO 就是这个JCO 就是这个JCO 然后呢 这一个 Bind的抽象类 又封装了 这一个 子类的JCO 提供了新的JCO 提供了新的 就是这个 新的JCO 给客戈用 然后提供了卡榫JCO 给子类用 那卡榫的JCO呢 就是 OnTransact OnTransact 为了稳定了JCO 这个让会变的GAMO类依赖于其上 而且保持Client 与其他子类之间的独立性 创造了高度的复换性 那至于呢 这个Service跟Mind的用法呢 这个请参列 这我的书 其实呢 已经有其他的书可以看了 你要看我的也可以 OK 那么在这个范例的焦点是说明 看似复杂的程序里头 其背后隐藏的 其多不优雅的设计模式 因此呢 可以提升你对 Android呢 复杂表象的理解能力 由于人们 常无法了解一件事情 而觉得它很复杂 甚至觉得很丑很讨厌 害怕它 因而人们 天生就有一个高尚的美感 透过设计模式之美 来理解呢 这个Android框架之美 然后来了解 这个复杂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从复杂当中 得出这个简单的设计模式 之后 就透过这个简单的设计模式 也就是简单高雅的设计模式呢 然后来 建构出复杂的系统 那因为 这个复杂的系统 它是来自简单跟高雅 所以呢 这复杂的系统呢 就会选择呢 选择呢 这个白里透红 就是复杂的外表 含有简单 可爱 高雅的 内在 那么 它也就能够呈现出 这一个白里透红 的这样的一个 气象万千 精灵剔透的感觉 OK 那这就是 使用 善于 应用 这一个 设计模式的组合 那得出来的 美妙的感觉 所以我们才说 这就是 设计模式之美 也就是 设计招式之美 OK 好 那我们现在 继续来看 这个Adapt的 这个 范例二 那所谓呢 设计 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是对于 曾经 设计过的形 不要太留恋 而 要不断的突破 这个经验中 有曾经 看过的这个形 针对上个小细节呢 我们不留恋它 就会寻找 突破它的 形的切入点 就是说 我们不执着于 留恋它 我们就会 再找到 突破它的 点 在特定的观点下 就可以看出 它的不完美的地方 那 什么叫做不完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 Binder呢 提供一个抽象 它是一个抽象类 提供一个 On Transcension函数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在调用 Pray跟Stop 这就是在讲 这一个 迹象的Adapter 迹象的Adapter 所以你看 这个 我们这是 有一个 上面是Binder 然后 底下是我们的 这一个 Concrete 的Adapter ConcreteAdapter OK 好 那我们 在这里呢 就是 Binder呢 提供一个 On Transcension的 抽象函数 然后呢 这边再调用 Play跟Stop 在这里 这边有 Play跟Stop 所以呢 在这个 On Transcension里头呢 就会 把它 转变成了 这个 调用 Play 另外 是调用 Stop 会调用 这边 然后 Play呢 才会 调用 这一个 Media Prayer OK Media Prayer 那 这就是 我们的 目前 是 用这个 奏法呢 把这边 定的 On Transcension On Transcension 留给 这个 直内 起实现 起实现 OK 好 那我们这里 说明了 On Transcension的 函数 是这个Android框架 以及App的 这口 也就是说 应用类 它就扮演了 Cline的 角色 来使用 Mind的类 所定义的 这口 或者是 它来合乎 这这口 那么 由这个 Mind的 来调用 这个直内 就是 我们 可以 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说 这一个 迹象类 那么 来使用 这一个 On Transcension 也可以讲说 Mind透过 On Transcension 来扣底下的 来扣底下的 那这个都是 一个事情的 两个层面 所以呢 我们就发挥了 这一个 Adapter模式 T-T-Client的 这种精神 就可以在 这个 之间 建立一个 特别的 Adapter 特别的 将 这一个 On Transcension 隐藏 起来 这样子 那 这个 在 搜名 用图来 搜名一下 目前呢 是属于 这一个 是G类 跟子类 那么 这里头是 G类所定下来的 抽象函数 所以 子类 一定要把它实现在这里 但是实现在这里呢 并不属于框架 因为这上层才是框架的 这上层是 Apple的 所以 留在这里 我们能不能 把这个On Transact呢 把它搬到 框架里头呢 那 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Gon of 4的Adapter呢 比较关心 是给 Cline的这一口 是给 Cline的这一口 要关心的是 给这个这一口 那 对这个这一口呢 比较 也很关心 但是比较 不那么关心 就对了 OK 所以 他比较关心的是 给Cline的这一口 而上屠的 隐藏的动作 也既有Adapter的神印 就是说 这一个 我们 现在想在这边 加一个Adapter 然后 能够把这个J口 把它转变成 新的J口 这就是 我们把这个J口 转变成这个J口 接下来 要把这一个 J口呢 这个J口呢 把它放在 在这个位置 让他呢 可以 这一个 这一个 这边能够 通过 把这个 J口 移上来 然后再制定自己的 API 所以呢 就可以协天指令 诸侯 OK 所以呢 也既有这个 Adapter的神印 因为他 把这边的 J口的函数 使做了 再提供自己的 新的J口函数 所以呢 实现了我们的 这样子的 一个目标 就是 这一个 有个Adapter的存在 我们现在就来看咯 它的神印是什么 其实也蛮简单的 蛮简单的 这边你看 原来的 OnTrain Set 是写在这里 原来的 OnTrain Set 写在这里 现在把 OnTrain Set 移到这里来了 移到这里 然后写了 它的代码 写了它的代码 然后这个代码 会来调用它 也会来调用它 它再往这边调用 OK 所以我们现在 是把这个 提上来了 所以这一个 也有Adapter的味道 为什么 它把别人的J口 转变成自己的J口 有没有 然后 让底下的 App来 实现这个 我们定的J口 所以这个叫做 潮潮框架 或者叫做 简单叫 潮潮类 因为它 一个J口是 邪天族 以令诸侯 OK 这样子 好 那我们 请留意呢 这个 MediaPlayer的 Super是抽象类 它应用的 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这就是 Temporary的 Messure Pattern 所以呢 这边 提供给它 去调用 提供了 MP3播放含义的 Play Stop 给应用类 这样子 就是 它提供了 这个 Footer Play 或者Stop 给应用类 来使用 因此呢 这个 Stop的应用类 开挖角 就觉得很简单的 很好用的 意思就是说 当你这边 写的很多代码 在这里 那这一边 就不用写了 所以呢 它会感谢 这个 再增加一个Class 把这个内容 都写在这里头 我就可以调用它 我这里就不用写了 因此呢 它是很容易使用 很容易理解 以上呢 再次展示出我们 怎么样子将 Adapt的模式 跟Temporary Measure 模式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这就是 一个 Temporary Measure 的一种模式 所以三层组合在一起 三层组合在一起 OK 那这叫做 有创意的组合 也具有这一个 架构设计的美感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这个代码咯 看代码怎么实现 OK 就依照 这样来做实现的动作 那一样 这个UI的部分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 要写的是 这个 曹操类 曹操类 而且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 是这个 就是说 这个是天子 这个是曹操 这个是子民 OK 就指明 我们这样来 这样来七分 就比较清楚了 七分就比较清楚了 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 就是 这个 sub的部分 就是super 然后呢 就是service 就是service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所谓 这个sub呢 就是我们的 曹操类 就是上面有天子 然后呢 中间有曹操类 底下有子民 就是三层的 那这一层呢 就是我们现在 在做的这一个 这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这个pray的super呢 super是 所有的super 看一下 super是这一个曹操类 这个sub才是 子民的 super是曹操类 OK 那这一个 super是曹操类 OK 那这个刚刚都看过了 这是sub 还有super 这个是曹操类 那这是我们的子民 有没有 然后这里头呢 就会用到 create等等 都写在这个 这个sub里头 写在sub里头 那这个service呢 它是new 这个play sub OK 就这样 然后把这个 my的这一口传回去 在这里 它去new它 new它之后呢 把这个子针传回去 那它就可以从这边扣下来了 就可以从这边扣下来了 好 那这是client的动作 很简单 这都看过了 就是send my的service stop service 然后呢 return回来 iv这口 然后通过iv这口呢 去调用 调用 就这么简单 OK 好 那这一个 我们说明了 追求美的设计 是无止境的 如果你觉得上市的 这个豪华版的adapter 是很美的 那可以继续的 更精致的哦 所以我们刚刚 一开始是从 这一个基本的 刚offord 这种设计模式里头的 adapter 它只有两个 只有这一个 跟这一个 然后我们刚刚 偷偷加了 这一个东西 加了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 这一个j口 这里头的一个代码 把这里实现完毕 对不对 然后自己创造 三个抽象函数 给它来实现 给它来实现 OK 现在是 走到这一条路线哦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 整个体系呢 就变得很漂亮了 两个adapter 把这一边呢 它封装了这个j口 提供一个新j口 这是这一个 adapter的用途 那这adapter呢 是把上面的 on transect封闭 屏蔽掉 提供自己的新j口 好 我们再来说明一次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整个目的呢 是要封闭 这个j口 把它封闭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再来 追求呢 这一个 就是说 这一边把它封闭的 就是一个动作 第二个呢 写这个lay 把这边封闭的 创造出自己的j口 那这个 我们称为 叫stop的地点 对不对 那这边 有的 有这边 再把它包装起来 那提供一个新的j口 那这个也是一个adapter 那这一个也是一个adapter 它对的j口是在这里 那这个也是adapter 对的j口在这里 那我们都可以 提供一个 再有一个adapter 来跟它对接 等等的 都是可以的 OK 那这就是 我们在android里头 看到的 这个adapter的基本结构 就只有j类子类 那我们再加了 这个中间层 叫做stop的层 那这一个 其实才叫做 草草类 草草类 OK 因此呢 adapter模式 跟它的其他的模式呢 的变化的扩充 是无可限量的 完全在于设计师的心境咯 如果你认为 这个图是一个特殊的设计 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好处刚刚已经收了 它是有两个 by 有两个adapter所组成的 那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 让这一个 两边是独立的 第三个呢 是 让这一个 这边有更多的 这一个 代码 那这边就可以来调用它 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减轻它的负担 那么 也是 透过这个接口 让 AP 跟框架 能够变成 这个独立的 能够呢 随时的 抽换性 所以这叫做 垂直的 一种抽换性 这边是水平的抽换性 那这就是 架构设计里头呢 这个pattern 能够贡献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让我们 对于这个 复杂的结构 一目了然 而且还可以 进行评估 譬如说 我想 学天指令诸侯 那这样的一个奏法呢 可实现性有多高 那么 如果实现性高 那这就是 我们 的一个 收获咯 也就是我们 怀着一颗 追求美感的心 就能体会 上途的设计美感咯 也就是我们 心中 就拥有这些 设计模式的 一种单纯 一种简洁 然后呢 再来追求美感 然后呢 就设计出 这个美感 以及呢 得出这个 效益来啦 OK 那我在这一章 就帮你解释到这里 谢谢